师父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就觉得别人一和他接触 别人身上哪里有毛病 然后他自己马上那个部位就疼痛了 而且人家上次买的活的螃蟹放在自己家里 然后那个同修到他家里一来 他就立即从背部到前肋骨 一直向被螃蟹的茄子夹住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应 想问一下师父他怎么会导致他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种人本身就是前世有过修的 所以他的第六感第七感都非常灵 明白了吗 这很正常的 这种人其实已经通一点小灵了呀 人家说通灵通灵就是通点小灵的呀 其实人的第六感觉就是灵感呀 这通灵感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很多人说通灵 要通正灵而不是通邪灵 听得懂吗 那他是不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背叶 对呀 敏感的人就是这样的呀 很容易被灵性上升的呀 因为敏感的人一半在阴一半在阳啊 哦 所以你看很多人动不动就怀疑人家 动不动就怎么样 人家就骂他神经病啊你 就这个道理呀 是的 明白了吗 那如何避免他这样子的这样敏感的事情发生呢 如何避免就好好修啊 修成正果呀 把那种疑惑都要修成 对人家的一种正性正念 这就是个修为的过程啊 听不懂啊 嗯 好的好的 那像童修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他在渡人有的时候也是人家喜欢吃海鲜 然后他回到家里身上就发湿症了 像他这样的情况 往生咒是不是要比平时的人多念啊 多念很多 他自己太敏感的话 他必须要好好的加强大倍重 他的阴气太重 阳气太少 明白吗 那像他这样每天往生咒108遍够吗 每天往生咒啊 108遍啊 哦才多了 49遍就够了